好,在看完了生死端语之后,我们来看看34个的课文部分。 首先呢,把这个课文题目再看一遍。 这个题目叫A happy discovery,但注意,它没有翻译成高兴的发现,而是幸运的发现。 在这里面这个happy不是表示高兴,而是表示lucky或者fortunate,就是幸运的。 因为这发现本身不会高兴嘛,是幸运的,运气好,lucky或者fortunate, 表示这个意思,生活中还是个常见的一个用法。 比如说,a happy coincidence,一个幸运的巧合,而不是一个高兴的巧合。 我正说这个人,他刚好就来了,你可正念到他呢,幸运的巧合。 还有我们在第四册里面也出现了这个大腿,在四册的第33课教语里面出现这么一个短语,叫幸运的少数。 The happy few,这是个固定习语。 什么叫幸运的少数呢?不是中彩票的那些人, 就是出生在有钱有势的人家,一出生,爸爸就趁一百个亿,这是幸运的少数。 注意happy,不一定高兴,他表示运气幸运。 那么跟他类似的sad呢,也不一定伤心,这个sad可以表示不幸的。 咱们回忆在以前说过,比如说我们看第23课,114页的第7行。 114页第7行。 The sad truth is that most of us have been brought up to eat certain foods, and we seek to them all our lives. 还记得吗? 这个很不幸的事实是什么呢? 大多数人从小就吃某些种东西,并且一吃就是一辈子。 这不是伤心的事实,是很不幸的这么一个事实,不幸的。 就是unlucky或者unfortunate。 另外,be brought up to do,老实讲过,从小就怎么样,大家还记得吗? 好,那么这个sad表示不幸的,也是生活中的常见意思。 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些咱们讲过的例子,he made a sad mistake。 不能说他犯了一个伤心的错误,他犯了一个很不幸的错误。 眼看着就成功了,结果一朝不顺,满盘结束。 可惜啊,不幸的错误。 再比如说咱们以前看过那个老友记中这个片段,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片段。 好,这个monica咱们还记得这个场景,monica呢就解释为什么在床边弄这个摄像机, 其实她是跟这个chandler在谈恋爱热恋期间如胶似漆气嘛, 但是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就瞎说,我想i get a set up the video camera, 我设置好了这个摄像机是为了去试图勾引Joey这个人,try to entice Joey。 但Joey听说以后呢,很自得,一标着棒的说,but sadly,但很遗憾,怎么样呢? I could not be enticed,我不能够被勾引,这非常别扭了。 我们被动在中文中用主动来翻译,对吧? 一般主动,但很遗憾,你勾引不动我,就凭你那个样,换个美女差不多了。 很遗憾,叫sadly,不是伤心的事,是unfortunately,很不幸的事,很遗憾的事。 这个意思,所以记住,happy,未必高兴,sad,未必伤心,这一对词可以记住。 好,咱们看一下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一句话说, antique shop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a great many people。 这个很多人呢,对于古董店呢,特别特别着迷,很多人喜欢逛古董店。 这个句子里面出现个重要搭配,就是26克咱们讲过的exert, 叫施加某种力量,它一般都是跟借词on搭配。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重要动词,大声来位,exert, exert,我们说嘛,exert,施加某个力量,你听这个声音,exert, exert,就在使劲这个声音,啊, 后面一般是加借词on跟on来搭配, 一般的编语是施加某种影响啊,施加某种压力啊,等等的呢, 我们回顾一下在26克里面,在126页,第一行到第四行, 有趣了,26克也刚好在126页,第一行到第四行, 他说,much as we may pride ourselves on our good taste, we're no longer afraid to choose the things we want, for advertising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on us. much放到去首,这是一个让步壮与存在中特殊的一种强调, 也可以看作是倒装了,是什么呢, 我尽管我们对自己良好的判断力品位感到非常的自豪, 但是呢,我们已经不再能够自由地选择我们想要的东西了, 为什么呢,因为广告宣传, advertising,广告宣传不可说明词, 对我们怎么样,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settle,就微妙的,不可用,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 微妙,施加的影响叫exert influence on us, 对我们施加影响, 只不过本文中呢,施加的东西比较特殊, 施加的一种特殊的魔力,一种吸引力, fascination,咱们早在第九课就讲过, 叫魅力,吸引力,魔力, 咱们在第九课见过它的动词形式, 大家还记得吗,46页的第一句话, 46页第一句话,叫 Cats never fail to fascinate human beings, 猫永远都是那样的迷人, 当时我们就讲过它的名词叫fascination, 好,这个第一单元出现了这个动词形式, 第二单元出现更高级的名词形式,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英语单词词性中, 名词是最正式,最出向这个词汇, 这个魅力,魔力,吸引力, 在本文中用的是这个fascination, 我们复习在二十九课里面总结过, 还可以用好多,比如说charm, 吸引力,魅力,attraction, 吸引力,appeal, 这几个词都可以表示魅力, 吸引力的意思, 我们分别大声跟老师来读一下, charm, attraction, appeal, 都可以表示魅力或者吸引力, 这个appeal这个词应该是在二十九课, 我们见过, 复习一下, 一百三十八页的第七行末尾到第八行, 一百三十八页第七到第八行, 好,这句话说, in spite of national differences, certain funny situations have a universal appeal, 尽管有一些民族上的差异, 但是某些喜剧滑稽可笑的场景, 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 世界人民都喜欢, a universal appeal, 这个appeal还是表示魅力吸引力, 好, 这个可以替换, 但本文中这个结构啊, 我们顺便把它记住, 某人非常喜欢某个东西, 这是个五星级的重点结构, 叫做something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somebody, 但是英语中呢, 他还习惯用事物做主语, 在中文中呢, 习惯用人称主语, 所以咱们用人做主语, 某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某个东西, 某人被某个东西迷住了, 我们用这个东西, 对这种人施加了一种奇特的一种魅力, peculiar, 我们在第十八课, 这个现代艺术中的电流中讲过, 可以比较奇怪的奇特的, 你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他就喜欢, 我们把这个大配记住, 叫something exerts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somebody, 造个句子, 很多的中国年轻人呢, 非常喜欢韩剧, 韩国的连续剧, 风靡大江南北, 这个韩国的叫corean电视剧, 咱们叫tv dramas, 就电视上的戏剧, 那么我们一般同学可能都会用 many chinese young people的主义, 但我们用这个结构之后, 鸟枪换炮呢, 可以用高级结构, 让句子浮于变化, 你要作文中来回来, 就都用人称主义的话, 这作文就单调了, 我们可以用韩剧做主义, 对吧, 看怎么说, Korean TV drama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很多, a great many chinese young people, 就好了, 诶,这个结构真与众不同嘛, 容易让我们的文章脱颖而出, 有这么两个精彩句子, 那月娟老师说, 哦,这一般中国都绝对写不出来的, 那分数涨个几分, 我们后半生命运可能就不一样了, 平时多下功夫, 多有好处啊, Korean TV dramas exert a peculiar fascination on a great many chinese young people, 但翻译成中文, 还得翻译成, 很多中国年轻人非常喜欢韩国的电视剧, 在本文中呢, 很多很多人非常喜欢互动店, 被互动店给迷住了, 都可以用这结构, 好,后面他进一步说, The more expensive kind of antique shop, where rare objects are beautifully displayed in glass cases, to keep them free from dust, is usually a forbidding place, 这个句子比较长,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呢, 这个在一开始的白颜色是整个句子主语了, 就是那些更加高档类型的古动店, 注意这个类型, 看一眼放在前面, 后面一般跟这个跟可数名词的时候呢, 一般用单数, 而且前面不加贯词, 就类似一个不可数名词用法了, 这个为什么这么用, 咱们一会会解释, 注意它前面是单数, 所以后面呢, 这个位移动在这呢, is也是用单数的, 然后后面这个整个黄颜色的呢, 这个威尔引导的整个这一大坨子, 这是定义丛具修饰这个古动店, 那么什么呢, 看定义丛里面, where rare objects are beautifully displayed in glass cases, 就是那些奇珍异宝, 被漂亮的陈列在玻璃柜子里边, 然后后面那个画横线的部分明显, 这是一个目的状元, 牵套在定义丛具里边, 为什么放在玻璃柜子里面呢, 就是使它们没有灰尘, 使它们没有灰尘的, 这个这儿的古动店怎么样呢, 然后整个的主具的威动在这儿呢, 通常是一个令人望而生味的地方, rebeating咱们讲了, 就是冷冰冰的, 一看大家不敢进, 这么高档的地方, 不是咱们穷人屌丝去消费的地方, 哎呀, 这太高大上了, 不敢进,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句子里面, 首先呢, 咱们得钻研一下这个, 表示这个, 这个expensive, 这个高档的豪华的, 这个知识早在第六课咱们得讲过了, 用expensive这个词形容商店, 不是商店很贵, 这商店是不卖的, 它是商店里的东西贵, 所以咱们就高档的, 或者豪华的, 表示这个意思, 好像我们在第六课见过哦, 我们回顾一下, 34页的课文第一行, 34页的课文第一行, the expensive shops in famous arcade near Piccadilly, were just opening, 在皮卡地利大街附近的, 一个著名的拱廊街上的, 这些高档商店, 刚刚开门营业, 哎, 这是高档的豪华的, 这个意思, 另外呢, 我们得看一看这个表示种类, 表示种类呢, 你像什么kind, sort, type, 这个都行, 但是这个种类呢, 放在这个中心名词前, 还是放在名词后, 是有一定影响的, 如果把这个kind, sort, 就sort, 或者type, type, 这些种类的词, 放在名词前的话, 后面再加off, 再加名词, 这个是最正式的表达, 咱们的写作中, 是把名词直接放到这, 后面也没有复述, 前面也没有贯词, 就把不可数名词, 当作不可数来用了,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这个种类, 在名词后面, 比如名词后面叫off, 什么什么kind, 或者是sort, 这个时候名词, 可数名词不管它, 它本来不可数名词不管, 本来就不可数嘛, 可数名词的时候, 用复数就好了, 这个说着抽象, 我们看看例子吧, 比如说, 一种新类型的机器, 大家注意, 这两种表达都是正规的写吧, 第一种呢, 用a new kind of machine, 一种新类型的机器, 注意这个machine, 在这看作, 一个几乎是不可数名词了, 因为machine后面既没有复数, 前面也没有贯词, 尽管呢, 我们有的时候把这写成machines, 在这种形容下也不算错, 但不够正式, 在正式书面中, 这个表达是最正规的, 最正规, 咱们写作中这么写, 最稳妥, 然后呢, 如果把这个种类放到后面, 那么前面这个词用复数, machines of a new kind, 还是一样, 新类型的机器, 当然这个黄颜色的名词, 如果是个不可数名词, 那没有变化, 反正它不可数为, 放在前方的后一样, 但可数名词, 要注意这个单复数的变化, 本文中用的是第一种类型的用法, 所以后面的antique shop, 它几乎看作不可数名词了, 后面也没有复数, 前面也没有贯词, 而且这个时候, 它位于动词呢, 用单数处理, 而第二个呢, 位于动词, 跟着machines of, 要用复数处理, 所以本文中后面是, 句末那个位于才是, is a forbidden place, 它用的是这个单数形式, 这个记住啊, 这个到后面还会出现, 好, 那么我们再看地域层里面, where rare objects, rare就稀罕的, 罕见的, object的东西了, 那就罕见的东西, 就奇珍异宝贝, 怎么样呢, are beautifully displayed, 叫被漂亮的陈列, display就陈列了, 在哪里的in glass cases, 放在拨的柜子里面, 目的是什么呢, to keep them free from dust, 为了使他们没有尘土, keep是保持某个状态, 后面的dom是编语, free from dust, 编语不足语了, 使他们没有灰尘, 这个free加from, 在这不能翻译成, 从什么什么中自由了, 得翻译成没有某个, something unwanted, 不想要的东西, 如果你要做微语动词的话, 当然得加b动词了, be free from, 表示没有, 但一定是没有某个不想要的东西, 我们一旦说有, 大家可能就行用have和there'll be, 但没有呢, 就是heaven't, hasn't, 或者是there isn't, there aren't, 但是以后我们可以用的be free from, 但记住后面搭配一定是不希望要的东西,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吧, 我们先看一下第27课里面, 一百三十页的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 27课咱们讲过这个事实, 一百三十页第十五行到第十六行, 他有这么一句话, he may never be sure where the next meal is coming from, but he's free from the thousands of anxieties, which afflict other people, 他说他流浪汉了, 可能从来不敢肯定下一顿饭从壳而来, 但是他怎么样呢, 却没有那些正在折磨其他人的数以千计的烦恼, 没有烦恼, be free from something, 这个烦恼谁想要呢, 不想要的东西他没有,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 the composition is free from errors, 这篇作文怎么样, 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谁想要错误吗, 这个用的对, 再比如说, organic produce is free from harmful chemicals, organic有机的, produce, 农作物, 注意不可说啊, 不要跟product搞混, product是产品, 它一般用复述, 但是produce, 农作物不可数, 再来一遍, produce, produce, 动词都能produce, 但名词都能produce, 怎么样, 没有有害的化学物质, chemical化学物质, 做名词是可数的, 你看, 这没有某个东西, 这是R7和Z2的复习, 那同样我们说这个词呢, free也可以当动词来用, 叫使什么什么没有, 它也是跟from搭配, 但也是使什么什么没有那些不想要的东西, 就是free something, from something, 使什么前者没有后者, 这个free当动词意思是类似的, 我们再复习这个句子,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freeing the world from famine and disease, 他用一生的经历都干嘛呢, 使这个世界没有饥荒和疾病, 这个dedicate我们在第十次课讲过, 是把时间的经历奉献给了什么, 它的搭配是dedicate a, to be这个to是借词, 既然是借词, 那么后面freeing就得用一个动名词形式了, 那么他把一生的时间都献给了这个事业, 什么呢, 使这个世界没有饥荒和疾病, femin是饥荒, disease是疾病, 你看使什么什么没有不希望有的东西, 这个free这个用法是复习, 好, 再回到这个定义冲击里边, 然后定义冲击结束之后呢, 怎么样呢, 主机的位置就出现了, is usually a forbidden place, 这个为什么is呢, 因为它的主意是, the more expensive kind of antique shop, 它是单数的形式, 所以后面主位一致, 这里还是用单数, 好, 但作者说, but no one has to master up courage, to enter a less pretentious antique shop, 但作者说, 谁也不用去撞着胆子, 走进一个不那么装腔做事的这个互动店, 前面这个撞着胆子, 叫master of courage, 这个结构在词后中讲过了, 这个master也能换成summon, s-u-m-m-o-n, summon也行, 后面这个up呢, 加上也行, 去掉也行, courage, 勇气, 鼓起勇气就撞着胆子, 走进一个不那么装腔做事的, pretentious就自命不凡的装腔做事的, 总是觉得我比你强, 总是端着个架子, 很讨厌的样子, 就是那些什么装潢富于豪华的古弄店, 总像装腔做事自命不凡, 比其他店不凡都更高大上, 普通百姓不敢去了,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来一遍, pretentious, pretentious, 装腔做事的, 多好记得, 你就继承那个假装那个词, P-R-E-T-E-N-D, pretend, 不是假装吗, 总是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叫装腔做事, 再读一遍, pretentious, pretentious, 就好了, 他说没有人呢, 必须得一些装着胆子, 走进一个enter, 一个不那么, 把它降低一点, 负成less, 不那么装腔, less pretentious, and take shop, 这句话咱们出现了好多习语搭配, 咱们背一遍吧, 我说谁也不用, 得壮着胆子, 去走进一个, 那么不那么装腔做事的工作店, one, two, 一起来, but no one has to master up courage, to走进enter, 更不那么的, a less pretentious, 骨动店, antique shop, 咱们把它放在一块, 在很流利的来一遍, but, no one has to master up courage, to enter a less pretentious, antique shop, 好, 咱们类似造句, 谁也不用壮着胆子, 去接近一个, 不那么装腔做事的女孩子, 有的是女孩一长得漂亮, 总觉得抬着个下巴, 总骄傲的样子, 总别人都不敢跟她说话了, 但是如果女孩子很平易近人, 冲谁都微笑, 我们大家都愿跟她做朋友, 这个走进, 咱们可以用以前28课讲过的动词, approach, 这个词, 谁也不用, 就没有人必须得装着胆子, 我们复述一遍, 看怎么说, no one has to, 呼气, master up courage, 去走进, 去接近一个, to approach, 不那么, less pretentious girl, 好了, 这个句子, 保证地道没问题的, no one has to master courage, to approach, a less pretentious girl, 不那么装腔做事, 端个架子的女孩子, 好, 那么, 后面就说,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互动店赚呢, 还是为了发财, 都想意外地发现一个宝贝, 一举, 挣个几百万, 这辈子就够了, 你看下句话说, there is no always hope that in its labyrinths of musty dark disorders rooms, a real rarity will be found amongst the piles of assorted junk that littered the floors, 好, 我们看他说, 总会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是什么呢, 在这迷宫般的, 发霉的, 阴暗的, 杂乱乌章的这些殿堂里, 那么, 一件艺术真品呢, 在大堆大堆堆在地板上的破烂货中, 能够被找到, 能够发现这些真品, 老板不知道价格, 我们低价买回来, 再倒手一卖, 这一辈子就够了, 所以大家总是喜欢逛古董店, 这个可能性存在嘛, 那么我们看到, there is always hope, 这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结构, 咱们发现, 好多重点句型都是用derby句型加无灵中语, 这个句子咱们自己写搞不好显成, 人们总是希望people always hope, 但是people就不用出现了, 因为希望的肯定是人, 不会是狗, people就不用说了, 又是把人的动作行为感知, 把他名字化放在derby句型里边, 依然是derby句型加无灵中语这个结构, 我们得好好看看这句话的语法充分分析, there is always hope, 其实就可以看作句子主观结构了, 那么这个that, 从句移到句末黄颜色的一色黄到底, 这明显可以看作前面那个hope, 这个词都同为语了, 这个可能性或者这个希望是什么呢, 就是that, 后面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一个地点状语, 在这个迷宫一样的, 发霉的, 阴暗的, 乱糟糟的这些房间里面, 这是地点状语了, 怎么样呢, 一个真正的rarity, rarity就是刚才的rare object, 珍惜的东西嘛, rarity就是珍惜的东西, 把rare当名词来用了, 能够被发现在哪发现呢, 后面那个写体字一直到句末, 又是一个地点状语, 在哪里被发现, amonst就是amount, 可以把st去掉, 加上st之后是一个书面语了, 在这大堆大堆的, 杂七杂八的破烂货中, pile就一大堆一大落的意思, assorted就各式各样混在一块的, 这个junk我们说了不可数名词, 叫垃圾破烂货, 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 那么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明显是, 是牵套在地点状语里面的, 一个定义从具, 来修饰前面这个破烂货junk, 什么呢, 胡乱堆在地板上的那些破烂货, 我们看到这个litter在这, 又是极无动词, 老师讲了, 叫胡乱的堆满某地, 在这用地板做的秘语是对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本文中的主干结构, there is always hope math, 涉及到了咱们重要的词识, 就是好多重点剧型, 都是用there be剧型, 加上没有灵魂的事物做主义, 所谓的无灵主义, 这个结构举一反三, 希望大家多背几个, 要不然写作的是总是,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凑, 多麻烦呢, 我们以后又固定剧型了, 拿来就写了, 又快速又正确, 多好吗, 看这个常见的, 比如说不可否认的事,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叫不可否认的事, 或者翻译着谁也不能否认, 但是人就不用说了, 再比如说, 谁也不能去怀疑这个事, 就无可置疑的事,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也可以表示类似结构, 叫毫无疑问的事, 直接剧型背来了, 还有呢, 很可能和不太可能,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这些剧型都用在书面中比较多, 非常正式, 这个大家可能口语中更喜欢用likely, 但这里有可能likelihood, 这个名词, there is every likelihood that, 叫很有可能怎么样, there is little likelihood that, 叫不大可能怎么样, 这里都是跟likelihood来搭配可能性, 这个every呢, 加强语气, 那little是降低语气, 一个是很可能, 一个是不大可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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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